广式烤鸭是一道传统名菜,属于粤菜系 它以整鸭烧烤制成 成品菜色金红,鸭体饱满,且富含卤汁 其主要特点是皮脆肉香 制成后剁成小块,浇上户中的卤汁 再搭配上广式蒜梅酱,更显风味别具 专业厨师,专业技术,大家好,我是唐光燦 欢迎您来到我的课程 今天跟大家分享全网最详细的广式烧鸭做法 本节课程呢,共昏为四个阶段给大家进行讲解 第一呢,是选料及腌料 第二呢,是调制脆皮水以及炊皮 第三是烤制,第四呢,是装盘上桌使用 那么首先先跟大家讲解选料及腌料的制作方法 选料我们选用呢,是大白条鸭 用冷冻的或者是新鲜的都可以 冷冻的鸭子呢,成品去爪,去翅,去内脏 每只的净重呢,大约为3.8斤 买回来之后呢,我们用清水浸泡化洞 去除体内残佑的血水 用清水至少要泡12个小时以上 泡水的目的主要是去除血水以及化洞 下一步呢,我们来将鸭子体内不能吃的部位把它去除掉 首先呢,是鸭肺 像这种冷冻的产品呢,基本上鸭肺已经是去除了 我们需要把鸭的空上囊以及肾上线抠掉 这两样东西呢,不仅不能吃有害 而且还非常的腥骚 不管是什么样的香料呢,都无法掩盖这个味道 所以一定要去除掉 肾上线的位置呢,就在两个鸭腿的中间 有两个地方呢,像血块一样的 一定要扣除掉 空上囊在鸭子的屁股里面 将所有的鸭子去除之后 用清水呢,清洗干净备用 去除完清洗干净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来将鸭头分割 因为鸭头呢,烤出来之后呢,特别的干硬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分割下来 可以做卤水用 鸭头的分割点,尽量选择呢,在耳朵的下方 这样以来,方便我们后期烤鸭的吹皮 将所有的鸭子都是同样的操作 放一旁备用 紧接着我们拎起鸭脖 将体内的水分控干净 这一步可以有效的防止 腌料在体内下伐的现象 也就是说,香料呢,会粘连在体内 不会下滑 水分甩干净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来准备腌料 面前呢,有各种各样的料汁 料粉,香料,以及葱姜蒜 还有最常见的盐味精白糖 为了视频的真实有效 我会每一样的都用课程把它撑出来 给大家爆出准确的数字 让新手小白呢,都可以在家轻松的复制 这一步骤呢,就消耗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下面呢,我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它们的名称 首先呢,是四款现打磨的中药香料粉 沙姜粉 甘草粉 这里是八角粉 还有桂皮粉 这四款香料粉呢,一定要用现打磨的 还有两样成品的五香粉 和王手艺13香 葱,姜,蒜 还有盐 味精 还有白糖 白糖呢,一定要选用砂糖 还有鸡粉 黑胡椒粉 料汁有南乳汁 二锅头 花生酱 猪猴酱 以及最后的海鲜酱 所有的用料重量呢 我会以文字的方式打在公屏上 方便大家呢,去截图保存 配方真是有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暂停截图保存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将它们归类 首先是葱姜蒜,我们要把它切碎 小葱呢,切成葱花 生姜呢,切成酱米 打蒜,蒸成末 这三样准备好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将粉末和酱料分类掺在一起 也就是说酱料和酱料掺在一起 粉末和粉末掺在一起 其中粉末呢,要包含盐味精砂糖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一个容器 将所有的粉末及盐味精砂糖倒入一个容器中 在这里呢,有一个小知识 为什么要用砂糖,而不是棉埋糖 因为棉埋糖和这些粉末呢,掺拌在一起 很难拌匀 砂糖的颗粒比较大,比较容易掺拌均匀 所有的酱料都是用克正去称制的 所需的酱料有南乳汁 祝侯酱 还有海鲜酱 以及花生酱 加入这些酱料的目的呢,是为了增加底味 还有增香的效果 最后呢,我们再加入二锅头 将它们均匀的掺拌在一起 紧接着我们再将料粉 抓拌均匀 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酱汁呢,一定要搅拌均匀 料粉一定要掺拌均匀 这样以来呢,我们的腌料的制作完成 这里是酱料 旁边呢,是粉末料 还有少量的葱姜蒜 好,准备好腌料之后呢,下一步我们来腌制 先将所需腌制的鸭子呢,摆在拓盘中 胸腔向上 然后向每个肚糖内均匀的撒入这个葱姜蒜 加入葱姜蒜的目的呢,是为了增香去腥 我们这里的市场呢,买不到干葱头 用干葱头呢,代替这个小葱呢,是最好的 实在买不到的话,用小葱呢,也可以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葱姜蒜的颗粒呢,不要切得太小 太小的话,它在挂着的时候呢,就会掉落在下面 也就会导致烟味不均匀 紧接着再将刚才拌制好的粉末 抓入每个鸭子的肚糖内 这一步的目的呢,是为了增香入耳 同样呢,我们再将调好的酱料 也是倒入鸭子的胸膛内 加入酱料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增味增香 按照视频中的比例 四只的鸭子呢,将所有的酱料酱粉 包括葱姜蒜全部用完 下一步呢,我们将手伸入鸭糖内 来回均匀的搓势 将酱料以及香料粉均匀的涂抹在鸭糖的内部 这一步呢,非常的关键 一定要均匀的涂抹 不然的话会出现有的地方有盐 有的地方没盐的现象 措施完成之后呢,下一步我们来缝针 需要用到这种专业的缝压针 缝制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用手捏住压屁股 然后用针将皮肤穿破 像缝针线一样 绕一圈,锁一下 每一下呢,都要锁破 直到将这个窟窿完全的堵住为止 而且在穿针的时候,另外一只手呢,一定要将它的皮肤呢,紧捏住 最后为了这个针头不伤到鸭子的外皮 我们将它呢,收入鸭子的内堂中 后面呢,有一个圈,是方便将它拽出来 这一步穿针缝制的目的非常重要,一共有三个 第一呢,就是封锁住香料,酱料 让那个香味呢,不会外泄 第二点就是,下一步我们打气的时候呢,不会漏气 第三呢,就是在烤制的时候 腹中的卤汁呢,不会漏出来 将所有的鸭子都是同样的操作 操作完成之后呢,下一步我们用清水呢 将鸭子屁股上面的粉料全部清洗干净 这样呢,更方便我们后期挂皮水 将清洗干净的鸭子呢,放一旁备用 下一步呢,我们来调制皮水 调制脆皮水呢,我们更需要用到四种调料 大红热醋 白醋 二锅头 以及麦芽糖 由于麦芽糖是固体 所以呢,我们需要将它放入这个微波炉加热 用中火呢,打至30秒就可以了 下一步呢,我们按照比例 将它加入一个容器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具体的用量呢,会以文字的方式打在公屏上 方便大家呢,截图保存 其中我们加入麦芽糖的目的是为了上色 加入白酒的目的呢,是为了去除表皮的腥味 加入红醋的目的也是为了上色 白醋是为了更好的使皮水飞发 接下来呢,我们不停地搅拌 将皮水呢,搅拌化开 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将麦芽糖融入这个液体中 将调制好的脆皮水放一旁备用 下一步呢,我们来给鸭子打气 我这边呢,由于没有专业的气棒打气 所以呢,用临时的打气球的气棒 给鸭子打气的目的 是为了将它的皮囊撑开 并且呢,将毛孔冲大 这样我们在挂制皮水的时候呢 皮水呢,就会渗透到皮肤的内部 从而使鸭皮更加的脆,更加的亮 在打气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将鸭脖子一头捏住 然后将气体主要是灌入它的胸腔 如果是有一个专业的打气棒呢 会比较省事一点 将所有的鸭子都是同样的操作 下面呢,我们来对比 打气和没有打气的鸭子皮肤的效果 这支是打完气的 它的皮肤的毛孔呢,都是向外的 而这支没有打气的鸭子呢 它的毛孔都是凹陷在皮肤里面的 下一步呢,我们烧开水来烫制鸭皮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锅烧开的热水 然后呢,在旁边再准备一盆冷水备用 烫完皮的鸭子呢,要及时的过凉 拎住鸭脖子一头 将它侵入热水中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鸭皮收紧定型 鸭皮定型后烤制出来呢 会更加的饱满 定型后的鸭子呢,要赶紧过凉 过凉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鸭子继续加热 如果它的皮肤被烫熟的话 就很难烤脆了 还有就是如果继续加热的话呢 它会有油脂渗出 如果有油脂渗出的话呢 它就会堵住这个毛孔 也就会导致后面的皮水挂不上去 烤制出来呢,也就会有白斑 所以呢,鸭子烫的时候呢 要过凉这一步呢,非常的关键 将所有的鸭子呢,都是同样的操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专业的工具 三叉式的挂钩 用带尖子的两个挂钩呢 勾住鸭子翅膀的腋下 然后将它拎起 鸭脖子一头串入圆孔中 再用到一根牙签 将它固定在这个圆孔内 这样一来呢,鸭子就挂好了 再将提前调制好的皮水 淋入鸭子的表面 在淋制的时候呢,一定要淋透 全部的皮肤呢,都要占有皮水 这也是一次为什么要调制这么多皮水的原因 从脖子向下浇 大概浇质个五六遍 将所有的鸭子都是同样的操作 天冷的时候呢,我们要将它挂在室外 用电空扇的吹制 吹制的目的是将它表面的水分吹干 从而使皮呢,更加的脆 吹制的时间要在12小时以上 而且在吹制的同时呢,体内的香料呢,也在腌制 下面呢,摆放托盘 是为了接住滴下来的水和油 要爱护环境,然然有责 如果是天气热的话呢 就需要放在空调黄来吹制 剩下的脆皮水呢,我们可以反复的食用 只要这个脆皮水呢,不脏 不是特别的粉浊,都可以用 吹制了12个小时以后 鸭子的皮肤呢,已经干得结实紧凑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将它收起 进行烤制了 鸭皮上呢,有少许的乳毛不要紧 在烤制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脱落 另外呢,如果在室外进行吹制的话 尽量选用没有车子来往的地方 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用到 太上老君的八卦炉 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烤鸭炉 首先呢,我们需要点火升温 先将炉堂内的温度升至到 180度到200度之间 烤鸭的原理和油炸的原理是一样的 一定要现有温度再进行烤制 用这种煤气的烤鸭炉一定要用蓝火烤制 在烤制烤鸭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将它的背部呢,对准明火 因为烤鸭的背部呢,是最难上色的 胸前呢,是最好容易上色的 所以呢,我们也将胸前对准壁炉 脊背呢,对外 这样呢,来挂制 就是比较容易上色 好了,温度达到了200度 我们将盖子拿开 将鸭子挂入炉壁中 挂的时候呢,一定要压背向外 压肚呢,向内 紧接着我们盖上炉盖 上面呢,要留一个透气的小孔 由于刚才打开炉盖的时候呢 温度已经下降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大火 先将它升温至200度左右 温度呢,我们需要控制在200度左右 烤制55分钟即可 具体要烤制的时间呢 要根据鸭子的大小 以及老段的程度自己判断 在烤制3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从底部 伸进去一根竹竿 将鸭子呢,旋转45度左右 使鸭子的腿部更容易的上色 这一步呢,也非常的关键 一定不要忽略 55分钟左右 我们用抹布包住铁环 这样一款香喷喷色 香味具群的烤鸭呢 就制作完成 刚出卤的颜色呢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需要将它挂起来 两制隔五分钟 颜色呢就会加深一点 鸭皮紧脆 鸭肉干香 咬一口肥而不腻 下一步呢 我们将它拿掉铁钩 来进行装盘 去除掉铁钩之后呢 我们先从鸭的屁股处 开一个刀口 再将腹中的卤汁 倒入这个蜜漏上 利用蜜漏呢将里面的料渣过滤出来 留下这个附装的卤汁 这个附装的卤汁呢就是一款天然的香料水 我们用来浇在鸭子的上面 来增加表皮的咸度 从而弥补了鸭皮上没有盐味的这个缺点 再搭配上冰花蒜梅酱 口味呢是更加的独特 又酸又甜 冰花蒜梅酱呢一定要选用大厂的大品牌 它的酸度和甜度是适中的 不用另外调制 每一个视频呢制作都不容易 很需要你们的点赞收藏加关注 如果屏幕前的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 我也非常的乐意给大家进行回复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谢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